小妖,感谢你救了我这孙女一命 小小心翼,不成敬意,还请小妖收下 这是 五百万 老先生,我就莫姑娘,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分内之事,你无需拿钱感谢我,好意我心灵啊 女朋友 是的 还是你们年轻人会玩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赵兰的安全就拜托小友了 义不容辞 老爷 感觉如何 不备不亢,气度不凡,绝不是一般人 老爷,你当真要让她负责小姐的安全吗 她对赵兰没有恶意 况且,我总觉得她身上有股熟悉的气息 明明没有见过这个少年才对 为什么不拿爷爷第一个钱 我救你,不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什么 第一次见面,你就愿意帮助我 在我心里,我已经将你当我女朋友了 你,女朋友 穆姑娘,你为何脸红 你爷爷刚刚听到女朋友也问我半天 是不是这个女朋友有别的意思 你不知道 不知,秦姑娘说,女朋友代表着关系很好的意思 难道不对吗 没有,女朋友就是关系很好的意思 你就是穆昭兰的男朋友 你是 在哪工作,接近穆昭兰有什么意图 哼 竹梅,她在哪工作跟你有关系吗 小子,有些人可是碰不得的 不然,是会死人的 昭兰,我得提醒你 你与别的男人在一起 荣江是会不高兴的 我与谁在一起,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穆昭兰,一个人长得帅可没用 得有背景,得门当户对 不然只会徒增悲剧,就像你母亲 闭嘴,你要是再敢提我母亲,我就 怎么,你还要打我不成 我现在可是你名义上的后妈 是你的长辈 你要是动我一下 你信不信,明天荣家就会 她什么时候过去的 刚刚修为有松动的迹象 不过现在又被压制住 到底怎么回事 看来要赶紧去下市才行 道歉,我不杀你 你个混蛋,你 来人,把她给我杀了 让你抱歉而已 居然要杀我,你将不安因素抹杀 你别乱来,这里是穆家 我可是穆家的女主人 来人,还不快杀了她,快 子墨,算了,她是荣家的人 穆家现在不好跟荣家翻脸 穆老爷子,我看你们穆家 挺有格局的 为何会有这种蠢货的存在 这种人会招来面门之祸 今日我看在穆姑娘的面子上 放她一马 但若是她还敢来找我麻烦 后果一切自负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将那小子杀了 穆家养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还不如养几条狗呢 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还不够丢人的吗 公公,你就任人这么欺负我 要不是我嫁进穆家 龙家跟穆家能有现在的和平吗 我龙眉从小就没受过这种气 龙眉,有些人 可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就她 一个小鳖三能有什么不简单的 你们穆家害怕的人 不代表我们龙家也会害怕 老爷,少夫人呢 随她去吧 龙家的人一向如此 老爷,刚刚那少年眼中有杀鱼 我觉得要不是小姐拉着 她会杀了少夫人 查查她的来历吧 安排一下 再去见见老祖 族长,家族之间争斗 一直都不允许舞者介入 这是当初龙祖创立之时 立下的规矩 穆家这么做 显然是坏了规矩 一招毙命 穆家这是找到高手了 族长,抓捕吗 抓捕? 你去吗? 一根树枝就能穿猴 这恐怕只有宗师才能做到了 那怎么办 难道龙祖的规矩当摆设吗? 此人危险身份不明 如果贸然抓捕危险极大 继续监视 不要被对方发现了 等我联系总部那边 看看如何处理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紫木 他们是 杀你的 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死了吗 天哪 紫木 你是修炼者吗 没想到电视里的剧情 在我身边发生了 太酷了 认识吗 李家大少爷李晨 李家吗 等死吧你 你刚刚让我敌死 我是李家的大少爷 你若是感动我 你跟沐家都要完蛋 紫木 你没事吧 那么高你就跳下来 有没有伤到哪里 没事 小姐 对方是武者 什么 武者 李家居然敢触动武者 我怕龙祖的人找麻烦了 小姐 这里就交给我了 今天的事情 你们都没见过 明白吗 心和苏伯伯了 又是一招毙命 连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到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来人 苏爷 打扫一下这里 将李晨的尸体送回李家 就说是我们穆家做的 这么做就彻底跟李家闹翻了 龙家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如今又彻底跟李家闹翻 老爷这么选择 会不会太冲动 需要通知龙祖吗 不需要 这件事情 瞒不住他们 什么人 不错 这样的环境 还能练到宗师记 有点颠覆 你到底是谁 本人行不更名 租不改姓 也就是 我不管你是谁 打扰主人清修者 你居然让周围一切都停了 骑马的礼貌知道吗 让人把话说完不行吗 一来就欺负我的人 长能耐了呀 来我这里干嘛 妈 我想你了 来看看你不行吗 想我 想我几百年 都不来看我 不是我不想来啊 紫白叔叔和寻妖叔叔 给我安排了一大堆事情 这不刚刚处理完 我立刻就来看妈你了吗 有嘴滑舌 婉婷呢 她没一起来 婉婷在冲刺的最后关头 这次没有过来 现在什么境界了 半步永恒 妈 你说我厉不厉害 心仪听到你这话 又要说你了 妈 你就不能聊点开心的吗 心仪那丫头 不能用常理来形容 连爸都说过 她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强者 下面的弟弟妹妹 哪个不服气 妈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难过她 有十三的消息吗 当年爸将这里封印 就是为了保护你们 如今的鸿蒙宇宙 已经不思当年 紫白叔叔跟寻妖叔叔 又要镇压虚空兽 我理解 十三江这里封印 就是希望祖星 不要卷入纷争吧 当年他也想过 时空乱流会乱 可他没想到 会有神秘人 帮助时空乱流 爷爷跟二爷爷 已经在调查 背后之人了 主人 穆家的人又来了 让他们回去吧 我说过 世俗界的事情 我不会再管了 主人 他们总是这样 也不是个事 要不警告一下他们 不用了 让他们离开就行 以后他们来 直接让他们离开吧 不需要跟我说了 等等 妈 这个穆家 不会就是您家族后代吧 不是应该叫慕容家族吗 怎么变成穆家了 怎么 你个鸿蒙少爷 对凡人界的事情 也会感兴趣 嘿嘿 毕竟是您家族的后代 我来见一见吧 那个男人是何来历 不清楚 根本查不到对方任何信息 不管他是谁 他都要死 你去 等等 大哥 此人不是一般的心狠手吧 这么多人都是一招毙命 李家为他愿意跟我们彻底闹翻 说明这人不简单 在不清楚对方具体身份前 我们李家不能贸然出手 不然 恐会招来祸端 那怎么办 难道李晨白死了吗 听说过 呦 这个组织吗 大哥 你的意思 想办法联系U组织 价钱随他们开